爹 这些都是张永耀的聘礼 你准备嫁衣吧 是因为流言吗 你也听见那些流言了吧 有多难听 说我夫家长女 为了皇后之位 怂恿陛下 换掉自己的亲妹妹 今天 他们揍了我一本 说我利用长女 魅惑君王 要我交出兵权 交出兵权 这怎么能行 不交兵权 我夫家就是贪恋权势 魅惑君王的奸孽 而金展 她的亲姐姐 在觊觎她的后卫 从此以后 会被世人议论和嘲笑 这皇后的奉官 已经不是尊严了 是耻辱啊 可是爹 没有可是 你嫁给张永耀 这些流言自然消散 如果你不嫁 我立刻交出兵权 以此来证明 我夫家 没有魅惑君王的狼子野心 你自己选择吧 爹 什么 你说豫展明天 要与张永耀成亲 奴才打听到 张家的聘礼 都送到夫家了 这不可能 国父 你可是消息有误 陛下 这就是你十月后的回复 这信不可能是 御展亲手写的 你是从何处得到此信 福家传来的 可是御展亲手给你的 不是 就是家里突然传来的 陛下 如果你再不能废后 姐姐就真的要 嫁给别人了 你同我 马上去一趟福家 公主 明日张侍郎要迎娶 福家大小姐 什么 随我出宫 嗯 参见陛下 平山 爹 我听说 姐姐明天就要出嫁 怎么这么着急啊 这事拖得太久了 你已经先你姐姐而嫁 不能再拖下去了 姐姐 这是真的吗 你真的要嫁给张永耀吗 陛下 离边请吧 陛下 朕有话 要单独与福大小姐说 这 这与理不合呀 这是天子 有何与理不合 爹 陛下对姐姐的情谊 向来真挚 也从未悦举 在这府中 正道光明地谈一谈 又有何不可呢 身不由己 半身空纵 纪念花生去年红 沉默终生暗涌 雨晨 你答应过我会等我 我没有放弃 你也不应该放弃 你我之前 经历了那么多磨难 我们没有不坚持到底的道理 陛下 我们为什么非要选择 一条碗是磨难的路 因为我没有别的选择 只有这条路 我才能走向你 你才能走向我 哪怕是刀山火海 与天下为敌 这条路我都要走到底 那些流言蜚语 纵使我们装作听不见 朝堂上的参奏 附加成为千夫所指 陛下也都看不见吗 那又如何呢 陛下是帝王 当然不能体会 福家的艰难 行中贪腐案 倘若我没能及时 找到证据 魏王府又将何去何从 朝堂上谁中谁间 朕看不见吗 你当真以为 我会降罪于魏王 雨晨 你一直说你无法验证 你对我的情感 是否与福家的利益有关 可是只要你一直沉浸 在福家的利益当中 你只会被种种事情左右 甚至失去你自己 这么多年了 你为福家 扛得还不够吗 你还要扛多久 你什么时候才愿意放手 为自己而活呢 我做不到 没有福家就没有预斩了 我不能因为自己 而毁掉福家的一切 不会的 你要相信我 只要有我在 福家不会有事的 陛下 我真的累了 我不知道该怎样 面对明天 明天过了后天呢 又一天呢 我好温柔 谁想此事所求 不过共一百首 出风地再重游 但只情意辜负 多少春秋 凭山和爱相守 既相拥 却不再放手 去你此生无忧 真是胡闹 你们两个没有一个让我省心的 爹 你口口声声说 为了女儿的幸福 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可你为什么还要逼着我们 嫁给我们不喜欢的人啊 喜欢喜欢 如果人生都随着自己的喜欢而为 那还有什么规矩可言啊 规矩是死的 可人是活的 活人 怎么能让规矩束缚死呢 你 你们这姐妹俩呀 早晚把我气死 爹 要不然 您就在这府中四处走走 天天守着一些臣府的破规矩 闷闷闷死了 行了 行了 你又去哪儿啊 我呀 我要去节俭闷 真的不用了 来了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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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